冰天雪地 两位军里遭遇到何种挑战 失从特战兼兵 他们又提升了哪些硬核技能 冰雪爬坡 悬崖索将 结伴滑雪 雪崩搜索 深入临海雪原 挑战自我极简 两位军迷能否闯过一道道冰雪难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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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怕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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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迷行天下 本期播出春节特别节目 军迷冰雪特训营 今天度 тур today 哪些是 未师備尝尽 艾蜕 忍贱 要 啊 好冷呀 今天有零下31度 现在我们家里 相当于是在一个冰箱里 甚至是冰箱还冷 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郊的一片山林 寒冬季节 这一带的平均气温 只有零下25摄氏度 而均迷子萱和李航来的这一天 气温更是降到了零下30度以下 走进临海雪原 两位军迷要去寻找的 是一群冰雪中的高手 咱们要去的是血狼特种部队 这支部队在2021年 参加了萨燕领行军 那个国际军事比赛 它取得非常好的名字 特别厉害 那这次咱们俩是去干什么呢 现在这不是马上冬奥会了吗 我们就跟着这支部队 一起来进行一些训练 紫萱所说的血狼特种部队 指的是第78集团军某特战旅 这是一支长年驻扎在东北 担负高寒地区特种作战任务的部队 而萨燕领行军 是国际军事比赛中的冬季项目 2021年 我国首次派队伍参加这项比赛 就一举夺得了十个项目中的五个第一 三个第二和两个第三 取得了总评第二名 国外参赛队第一名的优异战绩 当时的参赛队员 全部来自血狼特种部队 部队呢 部队在哪呢 他们跟我说的是 走过这片丛林 就到他们营去了特别近的 什么声音 你待个后面不要动 你跟他们说好了吗 是来街还是怎么着 没有 完全没有 我们是种埋伏了吗 干什么了 干什么了 我们是来采访的 我们过来了 我已经要丢你们很久了 我们过来采访的 去那个血狼 血狼特种部队 对 欢迎来到血狼特种部队 好 还有这欢迎仪式的 特种部队的特殊欢迎仪式 欢迎两位军迷的战士们 正是来自血狼特种部队 他们当中有几位 更是在去年四月 参加了国际军事比赛 2021萨燕领行军 在两位军迷到来之前 战士们就早早地 等在这里了 只不过子萱和李航 丝毫没有发现 他们潜藏的踪迹 队长 你们这个雪地伪装衣 伪装效果真好 尤其是在这个丛林里面 怕我这雪这样看起来 特别像树枝 因为这个雪地伪装衣 按时日要求的话 它是放到地下 放到雪地上 也要和雪地融为一体 能够更好地隐蔽渗透 在冰雪丛林中 伪装和滑行 只是林野和战友们的日常训练 相比一般滑雪运动 军事滑雪训练 没有固定雪道 更注重实战需求 战士们往往是在地形复杂多样 气候环境恶劣之中 完成特定任务 两位军迷也发现 他们的滑雪装备不太一样 主要是我有一个非常好奇的你们 这个板为什么能往山上走 能逆向什么 对啊 你们这个板有什么特别的地儿 因为这个板它是登山化学两用板 这还贴个东西呢 对 这个叫指滑带 这个登山主要是靠着它去登山 逆向的它是有那个毛毛 对对对 它只能往上上不能往下 这个挺好的 这怎么弄上去的 从下面粘上去的 这是一个胶 背面是一个胶 那这是粘的 对对对 是很粘的 对 这是有胶的 这个就是普通的那个 这儿咱应该是展示的 正常的手办 对 把这个去掉之后 这就能划高山 划高山 划高山 就是放坡那个意思 明白 但你们刚刚可以跟那儿走起来 我看你们这脚尖踩着的 脚后跟是可以抬起来 对 然后它前面有两个轴 正常的雪鞋是往里插的 这两个轴是往里卡的 后面有个二刀锁 这个锁一压起来之后 然后把脚一放到底下之后 它就固定住了是吧 对 这就固定住了 对啊 那和咱们划雪用的 咱们那个一刷就掉下了 这个更适合部队用 这些道登山跟下降 都比较适合 特殊的装备 是为了匹配恶劣的实战环境 这是一段 萨燕岭行军比赛期间拍摄的视频 从画面中就可以感受到 俄罗斯西萨燕岭高原的寒冷 比赛场地的积雪 70厘米左右 而李一爷和队员们 就是要在这样的条件下 平均负重三数公斤 行军50公里 并完成越野滑雪 雪崩搜索等十一项任务 由此也可以看出 李一爷和战友们 冰雪实战能力之强 看着战士们踏着特制的滑雪板 在丛林之中自由穿梭 轻松写意 然而 当两位军迷真正穿上了滑雪板 面对着周围复杂的地形 以及遮挡了树木 他们就有点犯触了 这份的时候就重心稍微往前一点 重心往前 对 重心稍微往前一点 来 打个样 重心往前挪 摔倒是学会滑雪的开始 更何况是穿着特殊的滑雪板 在丛林之中穿梭滑雪 走不着了 人家手还带着后 变成跑步机的那种感觉 手手的 然后开始了 李航 你舍得好快啊 我这都是摔出来 最开始我就去索契的赛场 索契不是办过冬奥会吗 对 我那个坡大概得有七八十度 然后那个冬奥会 他们那个亚过的雪道 会特别实 它没有这么多树 对 对 这个有树林 有的深有的浅 而且白茫茫的真不知道 如果深的话还好 要是浅的 磕到石头上还比较危险 对 因为它这个下雪之后 它有的坑包坎 会这个全给你盖上 你看到你判断不出来 它是坑还是包 对 冬天的牡丹江 下午四点多天就黑了 两位军迷不知道的是 属于他们的冰雪特训 只是刚刚进入热身状态 第二天一早 李也就带着两位军迷 来到了一片较为开阔的滑雪场 他又有什么训练任务 要交给两位军迷呢 这是也真开阔 这才是我印象中滑雪场的样子 说是滑雪场 其实这里也只是一片 被雪覆盖的野外山坡 不过在这里 子萱和李寒可以体验到 更多贴近实战的滑雪技能 这直下来的 我把你弄弄了 这也太帅了 这你会吗 就是转一下那这样 这个我不会 我感觉它们这个转弯 特别精准 对 不会撞到我 每个人的位置都是这样 对对对 你往这边经过五厘米 这个板的叶 五厘米 估计它们也有我那个保守 战士们训练的内容是 滑雪紧急制动 平行式刹车 在萨燕领行军比赛的 越野滑雪项目中 面对恶劣的环境 刹车是必备的战术技能 学会了刹车 才能避免摔倒赢得时间 不过由于两位军迷 属于滑雪初学者 还难以掌握战士们演示的 高阶制动动作 所以只能从基础的学起 它们那个往上走 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姿势 看到吗 因为今天我感觉 它们没有带那个 纸滑袋 没有纸滑袋 但是还要往上坡走 应该就很费劲 我们俩要赶紧走吧 一 二 一 有这个特别像蒙古的感觉 像蒙古舞是吗 跳起来了 蒙古大汉 跳起来了 这时候我们下滑的时候 它们要采用那个梨式 梨式的话 它就像那个农民耕地的梨一样 它是一个这个形 你那板也要使用梨式的形容 然后这个板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膝盖内扣 就变成孩子身上腿的吗 用两侧的内刃 就是发出血 然后血往外推 这基本上就杀住了 经过现场观摩和教学 两位军民已经是摩拳擦掌 惑不及待 子萱自告奋勇 率先尝试离沙动作 它能成功吗 你是零技术 我建议你这个在一半的坡度 然后往下下滑 你感觉怎么样 没事 我就要跟你们一起从坡上来吧 这么用吗 跟你们一起 好 跟你们加油 加油 加油 哇 这这这 万秒 万秒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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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来得及做出制动动作 子萱就已经摔倒在地了 那咱们现在来 加油 加油 我可以追走 我可以追走 帅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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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上一雷啊 这一雷 又摔了 这把直接360度 我来救你了 你不是来撞我的就行 你摔得怎么样 没事吧 鞋航 鞋航顺利滑到坡底 并做出了黎沙的基本动作 这也给了君迷子萱很大的鼓励 鞋太多了 他决定再来第三次 注意安全啊 哇 哇 好 对对 停住了 可以可以可以 刹住了 好 太棒了 这我也掌握技巧了这个 慢慢就会了 走 摔了几次了 摔了 啊 通过几次摔倒 紫萱掌握了 黎沙制动的基本要领 正当两位君迷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 班长李也却告诉他们 滑雪和制动 只不过是众多冰雪训练项目中的 基础挑战 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 根据安排 两位君迷接下来的目的地 是在前方这个积雪较厚的山坡上 在那里 又有着什么未知的情形 在等着他们呢 今天没看到他们人呢 是有什么项目来着今天 今天上午是变雪爬坡 还用链吗 正在爬坡吗 那有个绳子 是不是爬坡用的 哪呢 这个 这能是吗 是 好像从山上面下来的 我先上去看看 好 可以试一下 这么轻松吗 好 你小心点 感觉 感觉用不着绳 不是冰雪爬坡是这个项目吗 感觉用不着这个绳呢 对呀 我觉得可能不这么简单吧 沿着坡顶放下来的这根绳索 李航似乎很轻松 就完成了爬坡挑战 情况 真的是如此简单吗 看到班长他们了 班长 你好 咱们不是在山顶会合吗 对呀 我以为是速降的 这用不着绳 但是这绳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绳啊 这个绳是爬坡用的 我刚才爬一次了 感觉用不着绳 这坡还挺缓的 用不着绳 可能他们背这个装具 是不是 冰雪爬坡 专业名称叫斜面攀登 是撒岩领行军比赛中的正式项目 它是在平均负重35公斤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让两位军民有点始料未及 放什么 都放的什么呀 单兵作战的一些这个必要的器材 正常这个11次作战中 你可能碰到90度或者80度分 那么长攀岩了吗 对 然后我们会利用这个身上所在的器材 比如说现在我穿那个冰爪 比如说是90度坡 然后这两个尖就是往里刷 刷 对 然后利用你这个上伤器 也是我们现在的器材 上伤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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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上伤器就是这个东西 只能上不能下的东西 嗯 反正就是打住绳 对 它是一个单向的 对 然后还有一道保护的措施 就是布鲁式绳结 布鲁式绳结 这要怎么打 对 这要这个绳子撞几圈 这三圈 撞三圈 对 这个绳结需要在绳上钻三圈 嗯 这个是有什么用呢 嗯 这个在 这个绳结在你突然间失众的情况下 嗯 它会迅速地收紧 然后抓住这个绳 抓住这个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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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绳 这个是拴到绳上的 对 这是拴到绳上的 这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 那种用法 我觉得你刚刚上去那么轻松 肯定是因为你没负重 体验一下 行 那我们俩给背上 给绳绳上背包 我得这样浅轻着 我只要站直了就会往后咬 那在外面绳子都动硬了 试一下啊 能用 管事就行 管事 你好 我这边可以了 我也可以了 现在背着感觉肉明显感觉非常吃力 但是爬不着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咱们还是要试一下 35公斤的腹肿 比子轩的体重都轻不了太多 在雪地里行进 这让它难以控制身体的平衡 感觉你要抖了 你这姿势往前轻 相比之前的轻松上坡 李航一下子就感觉到了步履的艰难 抓住到火 继续 来 这才只是三分之一 脚要身体往前轻 对 往前轻 拽绳 主要是拽绳 不行 没事 坚持 我给你踩着脚 你踩我脚 没事 两位军迷不断地互相帮助 互相鼓励 其实在军事比赛中 斜面攀登下 也需要班组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 在遇到大陡坡 无法绕行的时候 有一名队员利用冰稿 冰爪等工具 先行攀登并建立保护站 其余队员则利用上升器材 使用抓捷自我保护 再依次攀爬 对 快 爬上到顶了 现在爬上比我们看到的感觉 很难 是不是看着简单 对啊 刚刚看你 刚刚看你没有负责手特别快 这块比较难了啊 往前行 身体往前行 身体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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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腿这不也上了 看 相比正式的斜面攀登比赛 两位军迷的挑战简化了很多 在真正比赛中 塞场坡度更加陡峭 容易产生雪崩 残塞队员在攀爬中 还有完成各种复杂的战术动作 在2021年4月的 萨燕岭行军比赛中 因为一场大雪导致雪崩 主办方考虑安全 不得不取消了斜面攀登比赛 好了 非常棒 终于到了 最班长 那你们平时训练的时候 就是要走这样的 要比这个斗多的 比这个斗多的 距离还要短 多长的距离 跟不同地形 才会有不同的坡度 大概都在30米到50米之间 30米到50米 那咱们用时能用多久 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 是六个人 每人平均一分半 你刚才用了多长时间 我刚刚 六分半 主要是有负重 对 不重的话很简单 实际上对我来说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说 咱们有没有更狠一点的 就是90度的问题 有啊 就长了 90度到100多一点 100多那就是已经 不 那是凹进了 对 那是凹一点 对 眼前这一面相被斧头凿过的崖壁 就是李也所说的 90到100度的斜坡 这一次 李航和子萱要挑战的 并不是攀岩和爬坡 而是从这里锁降下去 这个是太野生了 纯野生的环境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它有多高啊 大概有50米吧 50米 对 好 船师们决定做个示范 为两位军民 确定锁降锚点和落地的位置 哇 哇 这太快了 天啊 那是 这速度也太快了 我能看到那个土一直在往下落 根本不当事 就是直接飞下去的 在之前的节目中 李航就曾经利用绳索和软梯 进入过山洞和竖井 可以说 对锁降技术有了相当的了解 这个味道 现在我们往上就要从这个地方锁降了 动一下 你看到沙子 沙子 再来往下过着 因为李航有一定的经验 大家商定由李航先降 然而 当所有的人都等待着李航的精彩表现时 意想不到的情况却发生了 我觉得不敢下 因为这个环境实在是太野外了 太野了 好 稍微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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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等会等会 我想一下 我能不能先趴到这儿 在往下下呢 就不直接跳下去 不敢想一下 不是往下跳 你一步一步往后走 我知道 你先一步一步往后走 太紧了 你下不去 对 你右手太紧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只要放下就好了 但我现在不敢放 凹凸不平的崖面 50米左右的落差 以及越来越刺骨的温度 对于李航来说 都是挑战 他必须尽快克服恐惧 迈出第一步 空高吧 不行 咱们有没有更狠一点的 就是90度的温度 你现在是迈出第一步 就是第一步 就是第一步 这个手的绳不要索 左手还拿着这个绳 没事 上面拽紧 拽紧 这方收紧 你什么不用啊 左脚放一下 右脚放一下 左脚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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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个钻 这个快点 要爬着 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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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手摘住手 对 然后再给你 握住手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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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手扶着扶着那边 我帮你抓着这件事 李航 可以的 调整状态之后 李航走出了最为艰难的一步 非常好 非常好 走 走 走 大家走也行 加油 可以 干了 加油 李航 加油 可以的 你已经迈出第一步了 可以吗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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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我倒是会 就是害怕 克服了心理障碍 他接下来的表现 就变得十分顺畅了 太吓到一半克服了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李航顺利到达了崖底 李航 特别棒 没事 只要走出第一步就好了 走出第一步就是成功 有了李航的鼓励 子萱也做好了准备 他能克服恐惧 迈出关键的一步吗 坐 坐 坐 没事 慢慢坐 好 再来 继续 再来 继续 到下坐一点 好 好 别走 别走 走出第一步了 你也走出第一步了 好 成功一半的 好 再走 来走 收右手 收右手 右手松一点 不是全松吗 走心 稍微洗一点劲 右手 别别别别 别发一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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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不能发右手 左手可以随便扶 对 来 松右手 松一点 松一点 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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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一点往下走 往下走 往下走 左脚右脚 一步一步往下走 这脚也踩不住点 不用踩点 不用踩点 这是水不能弯 不能让膝盖克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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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别还胖 马上到底了 到当处 你要保持身体是一个夹脚 和墙是夹脚 对 再松一点 好 再松一点 好 再松一点 好 再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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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步步 来 对 对 好 已经到第一个台阶了 向外走 第一个台阶 才到第一个台阶 这段号 走空了吗 走点 我的脚在这都 子萱你走一步手松一点 走一步手松一点 完全落地了 子萱已经非常勇敢了 我第一次挣扎了半天 竟然坐倒了 还是最开始那关特别难克服 然后 下到第一个台阶 我心里就想 我现在跟的是秀郎特种部队 他们是要执行任务的 是遇到任务的时候 才会走这个 所以心里一定要有一个信念 有一个死刑的目的 然后后来就会放松一点 这虽然还是状况百出 但特别感谢我旁边的班长 一直在保护我 你自己非常棒 谢谢班长 谢谢班长 几天的冰雪特训 两位军迷突破了自我 完成了很多从未完成的任务 在困难和挑战面前 他们没有退缩 而是像血狼战士们一样 逢敌亮剑 一往无前 下集节目 他们的冰雪特训之旅还将继续 等待他们的是越来越艰难的挑战 冰天雪地 两位军迷遭遇到何种挑战 上雪堡 来 师从特战兼兵 他们又提升了哪些硬核技能 就我们雪芭蕾的姿势 冰雪爬坡 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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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崩搜索 深入临海血缘 挑战自我极限 有点害怕 两位军迷能否闯过一道道冰雪难关 加油 加油 不要怕 加油 加油 军迷行天假夏季播出 春节特别节目 军迷冰雪特训营